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看了红毯才知道为啥这么多人期待了 原来是颜值爆表了 王鹤帝和田兮薇颜值服装都好登对 王鹤帝的金发 田兮薇的藕粉色裙子 还有两人的身V上衣 一个顾萨拽 一个甜度超标 真有一种脾帅不为何笑话甜美爱情的感觉啊 啥时候两位能来一次现代剧的合作 王子齐和王玉文也不甘示弱 两人直接牵手走了红毯 两人大的方方营业了 还在红毯定点拍照时一起比了星 更由网友调侃王子齐出道六年 五年都给了王玉文 CP粉已经迫不及待地让导演递本子 让他俩四搭了 也请做出阿姨红毯选择 神异剧组的服装颜色都好亮啊 金粉蓝绿黑都有 尤其是赵露丝的裙子 配色好多 印花挺特别的 赵露丝的礼服配色多 但是还挺耐看的 能在他的裙子上看到一个故事的感觉 也是挺别致的 细看两位主角这次的状态 感觉都有点肉嘟嘟的可爱风 王安宇妆容淡淡的 有种高中男生的青色感 赵露丝也怪可爱的 表情发型也和他很搭 有一阵没见的唐烟这次美翻了 一条金色花瓣蓬蓬裙好特别 真的是把繁花穿在了身上 这腰线也是有点绝了 像是超完美版本的芭比娃娃 唐烟不仅腰线绝 肩颈线也是超优雅的 妆发复古精致 唇色也是超细精的 细看状态 更是出乎意料的好 完全不敢信这是40岁的女明星 林亦和周宇童这对姐妹花表现也是超绝的 粉绿配古典又亮眼 林亦美得很惊艳 白道发光 周宇童美得很复古 都市撒感很惊喜 甜妹配玉姐 对观众的眼镜很好 钟楚希和文永山一黑一白的搭配就更绝了 摇曳生姿地走在红台上 裙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表现 钟楚希的黑色吊带长裙复古惊艳 胸口那颗金色的树也太特别了 妆容也很抢镜 文永山的裙子好似女神 荧光闪闪好闪耀 妆容偏淡的文永山展现了自己精致的五官 两位同框的画面让人挪不开眼睛 宋姬身穿金色战袍 像一位女战神一样出场的她 身材一态都很不错 浓郁的妆容也好显气质 马依里遮上海的小滋味很浓郁了 这身抹胸裙和发型很别致 细看马依里的状态也很不错 真的是越活越时尚了 红毯杀手迪丽热八美回来了 一套白色方领连衣裙高级感十足 发誓搭得也很新奇 宛如花童中一位美丽的花仙子 好似美神降临在红毯上啊 细看热八的状态 是真的很不错了 小臂脸没有疲惫感 妆发比起之前都好了很多 眼妆又有一丝精灵感 大眼睛好像在说话 这脸实在是太美了 杨子的第二套造型也是很出彩了 白色抹胸长裙是她的舒适区了 优雅大气的装发也很合她的气场 感觉这套造型上春晚都没问题了 沈腾范成成两个活宝走红毯 好似两个老大爷溜弯 也太喜感了 尤其是沈腾的这个礼貌 好似捉别灵了 徐凯和景田的太般配了吧 两人白色系穿搭感觉像是在拍婚纱照了 徐凯似优雅王子 景田和公主风的适配度也太高了 两人同框很养眼 尤其是两人在红毯的五连拍 又磕到了 尤其和白羽这CP感就更绝了 走在红毯上的画面怎么那么像电影啊 尤其又欲又性感 白羽这随性的穿搭怎么也这么好看 两人在红毯上的互动也是挺好磕 互夸对方的时候两人都挺不好意思的 想不到白羽讲话这么真诚 好多小细节啊 尤其这次黑色挂博礼服选的也是恰到好处 和他本人这种大气的性感风刚好吻合 妮妮穿得美 但不如他本人美 这么舒展轻盈的笑容谁看谁陶醉啊 身穿正装的周身在红毯上净显他的活活感 在红毯上挨衣切换字如 本来是小王子风的穿搭 聊天的时候硬是搞出了一种喜剧人的感觉 时代少年团七位少年都长大了 深色细细装穿在他们身上 除了复古和帅气 还有了一种少年老长的感觉 希望他们趁年轻继续燃起来啊 穿西装的五蕾也是有一种小孩哥的感觉 壮说又比挺的身材很突出了 但脸还是有一股子少年感 又帅又欲是怎么回事 弹剑字的第二套造型是经典的黑白穿搭 金丝绒的黑色西装布老套 反而很时尚 那种自然高贵的气质很突出了 龚俊黑色西装亮晶晶 如他本人一样闪耀 英气十足的脸在灯光的照耀下 更显帅气了 优雅感与时尚感坚固的龚俊 有点帅 王一博这套随性又帅气的西装休闲穿搭 好似绣场上的超模 这种超脱于演员和爱豆的气质 王一博拿捏得很到位 发型和棒球帽也很独特 这造型帅得有点意外了 红毯上还发生了意外 一位叫上齐的女演员 在走红毯之前就连续跌倒多次 每次都火速站好之后调整状态 当时被拍到时 还有人觉得他是故意搏眼球 毕竟他这套礼服选的也是很夺目 直到走上红毯定点拍照时 他直接流起鼻血 看来是身体真不舒服 这么热闹的红毯 明星们的造型你喜欢谁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一起讨论 词赛